现在都说22K月薪真的已经很低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还有雇主更夸张的 只愿意付比22K更低的薪水 这些企业这些大老板 现在通通都被网友一一列条点名下来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像是有企业要征翻译人员 不但是英文要会日文也要会 通通都要精通 但是月薪22K都不到 只给一万八千多块钱 还有半导体公司要来征生产助力 但是月薪一样也是22K都不到 现在网友一一揭露出来 没有想到还被企业主警告 让大家现在似乎小虾米碰上了大鲸鱼 通通也不敢讲话了 买手文件焦头烂额 遇到外国访客还得帮忙翻译 这样的专业翻译人员 月薪居然只有最低薪资18780 是我们的一个本物 我们精肯的做这个同事的底薪 绝对是高于18780 网友就22K企业 专业翻译英日文都要精通 却连22K都没有 夸张的还有这一家半导体公司 陈真生产助理 月薪四天 民国一百年薪资一万七千九百块 只比最低薪资多了二十块钱 还大喇喇的张贴在劳工局网站征财 公司本身它只要符合 我们的劳动基础好的规定以上 其实可以找公布人来帮他协助征财 尽管最低薪资调升 里面的员工在网络上张贴薪资单 月薪也只有两万一千多 这个举动却惹上麻烦 半导体公司警告肌肉的网站 网友小虾米遇到大鲸鱼 只能晋升 还好网络力量大 云林科大又被发现陈真助理 同样只给最低薪资18780 学校解释是过去工读生缺废除 才改革名字继续征人 企业想要18班5亿的员工 却不愿给高薪 似乎也成了马政府执政后的特殊景象 三地新闻天人小姐带 刘宜德高雄报道 马总统昨天公布年金改革方案 那么还挂